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基因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宝林医师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第一个问题大家会有兴趣的就是说 我们到底身上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关心 我有没有带有某一个特殊的疾病 那会传给我的小孩子 那我的配偶是不是带有同样的疾病 那我们这些带有不好的基因会不会传给小孩子 那答案是没有错 我们每个人确实都带有5到10个 但是会影响到小孩子的 相当严重的健康状况的一个不好的基因 那平均来讲 这些所谓的不好的疾病 都是蛮严重的疾病 就所谓的单基因疾病 他们大概有8000种的单基因 那其中大概有一半 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基因是问题在哪里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 扩张性的代音筛检 它可以同时筛检几百个隐性疾病的基因 那根据统计呢 就是说平均每100个人去测试 大概接近84%的人 在中国人里头 84%的人都会带有一些不好的基因的突变 但是这些都是隐性的 所以你身上没有病 但是在夫妻里头 100对夫妻里头 大概有五对夫妻 重要的是 100对夫妻里头有五对夫妻 会同时带有同一个疾病的突变基因 所以意思是说 100对夫妻里头有五对夫妻 他会生下小孩子 有可能会生下小孩子是有严重的疾病 那根据现在的基因科技 这些病都是可以透过 所谓胚胎诊断的技术 或者是胎儿诊断的技术 可以来诊断这些有问题的小孩子 现在因为我们所谓的非侵入性的筛检 越来越普遍 所以很多不管是妇产科医生 或者是很多怀孕的妇女 都想了解什么 到底我们所谓的非侵入性的筛检 我们的到底有多 多我们的威力有多强大 应该这么讲 因为现在目前已经很标准 我们可以做的检测 就是有染色体13号 18号 21号 这所谓糖氏症 它的三体症 另外就是对性染色体异常 我们也都是可以用 透过非基因的 就是所谓的非侵入性筛检来做 但是因为技术越来越进步 其实现在非侵入性筛检 也可以检测 所谓的胎儿的显微缺失的 所谓显微缺失症候群 那就是染色体有一小段 在显微镜看不到的缺失 这种这种缺失症候群有大概好几百种 那另外呢 我们的非侵入性筛检 有时候还可以看到 不是属于常见的染色体异常 事实上是非侵入性筛检 也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 但是要强调的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异常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这些异常也不是 一定是对胎儿会有致病的影响 必须经过很仔细的评估 那目前我们以专业的立场来说 我们希望避免 为了避免大众对于这个检查 有太乐观的期待 那我们是建议不要用 所谓的全面性全基因体筛检 这个名词 以现在的技术来讲 我们只能说 除了常见的染色体异常以外 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染色体异常 确实有机会可以透过 非侵入筛检来检查得出来 但是它的大家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说 这些比较 产见的异常 非侵入筛检 虽然有机会检查得出来 但是它的检验的精确程度 没有常见染色体异常那么高 这一点也是要跟大家强调的 四世代定序的技术 确实现在越来越普遍 其实我们也不排除未来几年 第三 所谓的3rd generation 就是第三代的定序技术 也会变成主流 只是在目前为止 我想在未来几年 在目前还未来几年 还是所谓的2nd generation 就是四世代的定序技术 还是主流的技术 它跟第一代的定序技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可以同时检查 基因的全面性的筛检 我们基因里头的不同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它的优势 所以我们就在过去的基因检查里面 我们只能针对特定的疾病 特定的区域来做基因检查 但是现在因为有次世代 所谓次世代的定序 我们可以几乎针对 全基因体都可以看 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所谓的扩张性的代引者筛检以外 次世代基因定序 现在也一直也被广泛用在 周窗前的胚胎诊断 或者是周窗前的胚胎筛检这个领域里头 那现在几乎在周窗前的胚胎诊断里头 次世代的基因定序 已经变得相当效能相当强大 就是它可以取代 过去的所谓的胚胎染色体分析 或者胚胎基因的晶片分析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 因为它太敏感 而且因为在早期的胚胎里头 有很多所谓的相牵型的存在 就是说在胚胎细胞 一团细胞里头 有几个细胞是有异常 但是几个细胞是不正常 有几个细胞正常 有几个细胞不正常 那因为所谓的次世代定序的方法 太过于敏感 它可能会筛检到一些 所谓的相牵型的异常 但是其实这些相牵型的异常 在胚胎早期 其实是蛮常见的 那我们如果只根据次世代定序的结果 有可能会把一些本来不需要 丢弃的胚胎也丢弃掉 所以这个是在临床 虽然次世代定序 在胚胎的检测上 是有它的很重要的价值 但是也要很小心的判读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 因为这个减因工具太敏感 而造成我们会丢弃一些 本来不需要丢弃的胚胎细胞 因为每一个胚胎都是非常珍贵的 对爸爸妈妈来讲都非常珍贵 不能随便丢弃 对爸爸妈妈 对爸爸妈妈 为了爸爸妈妈 阿娜 interviewing ��